我相信很多剛開始學抖素的書的人都是這樣 用APP把命盤拍出來之後 翻書翻一翻一翻 就哎呦 我這輩子乾脆去投胎好了 該有的都沒有 該沒有的都有 看起來都很不好 這本書其實就告訴大家 怎麼對照那個表之後啊 把好的加進來不好的提出去 大家好 大家就知道我出新書了 是不是很漂亮 這本書啊 我們上架才第一天 手刷就結束了 我們本來這本書呢 有附了一個小小的那個愛嫂照 那是我拿這本書的版稅送給大家的 跟誰買呢 跟偏鄉地區呢 一群學音樂的孩童 他們做這個手工照呢 是想要籌措可以出國比賽的費用 手刷那2000本 有買到的 都可以拿到我小小的心意 間接的呢 我們也幫助了這群小朋友 有一些網友覺得說他沒有搶到 沒關係 官網上面呢 事實上我買了3000顆 所以我還有1000顆 還是可以跟我們買 這本書很特別 很多人都說為什麼我們用這麼喜氣的桃紅車 因為要改運嘛 喜氣的桃紅車是不是讓自己覺得很讚呢 很多網友說他打算買十本 放在後面燒桃花 主要是讓大家拿到書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在做每一本書的那個 都很用心在設計書 然後做出很好的質感出來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小的書裡面的內容 來知道說為什麼這本叫做改運之書 實際上老師我自己在入行的時候 曾經碰到有前輩說他自己學植物斗數 但後來放棄 因為他覺得植物斗數沒有辦法改運 他只能算命 知道說你發生什麼事情都沒辦法改變 他後來改去學法術了 他覺得法術那個比較厲害 那個當然很厲害 可是人生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自己可以改嘛 老師我最近在減肥 我就深刻體驗到這件事情 肥肉如業障 容易累積難以消除 可是要輕業障 就是要自己很刻苦的去運動 它就會慢慢慢慢有改善 任何的這種什麼減肥藥 有的沒有的東西 其實那個效果都是有限的 人會發胖一定是因為 你的生活作息有問題 你要發胖又要健康 當然就是改變生活作息開始 所以這本書裡面講的 也是這樣的概念 你的人生之所以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出現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你自己個性的關係 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你環境的關係 譬如說像中國現在在大洪水 不管你多努力 水一來你就拜拜了 這是環境對你的影響 排除掉環境之外 我們自己個人有沒有辦法 為我們自己個人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過去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在高級班 我們會有三個月的課程 來討論這些事情 那這次因為藉由出書 我們就把其中一些技巧 寫出來一步一腳印的告訴你說 怎麼樣 一樣利用你自己命盤上面的特色 幫助你自己做一些什麼樣的改善 這邊就舉書裡面一個小小的例子 命工作天機的 對面是巨門的 這邊只要有煞氣進來 這樣子的人在書上 他會告訴你說 這種人 早行晚姑 早年行客父母 晚年孤單一人 其實意思就是因為 這個組合的人聰明 那你知道嗎 人聰明就很容易看不起別人 講話嘴巴見 當然就得罪人 早年行客父母 你小時候比你爸聰明 得罪他 晚年孤單一人 年紀大了之後 你還看不起你的小孩 你當晚年孤單一人 他基本上邏輯就是這樣子來的 聽起來不好 但事實上是因為這個人太聰明了 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要怎麼辦 通常大家都會希望說 這個巨門星 他有畫路 就表示這個人算聰明 然後講話嘴巴見 可是他很會說話 天移公在外面 他在外面 就巨門星又是桃花星 只要巨門一畫路的人 他在外面他就舌燦蓮花 然後很會講話 所以很多書上講說什麼巨門很會講話 其實不是每個巨門會說話 有的巨門就是 剛一木納 例如老師我就是剛一木納那種 因為我巨門就沒有畫路 基本上巨門畫路的人 才是真正我們以為的 比較會說話舌燦蓮花 然後延遲上討好人的 基本上啊這個組合啊 他只要是巨門畫路 就不會有那種 一般書上我們念到什麼 天機器人孤寡 看不起人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問題來了 你盤拿出來一看發現 我這輩子乾脆去投胎好了 該有的都沒有 該沒有的都有 看起來都很不好 這本書其實要告訴大家 怎麼對上那個表之後 把好的加進來不好的提出去 我們現在告訴你怎麼把好的加進來 如果說你是這張盤 可是呢 你巨門去沒有畫路 那怎麼辦 巨門會畫路 一定是因為你出生年的靈感走星 那走星的時候呢 巨巨陽曲昌 巨門畫路 太陽畫泉 文曲畫歌 文昌畫記 四畫基本上是聯動的 四畫是跟著記走的 所以記只要一出現 其他幾個跟著就會出現 或者是說你做了其他幾件事情呢 這個就會跟著出現 基本上他們幾個是綁在一起的 他們是哥良好 因此你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文昌信它可能在十二宮裡面 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一種你對自我的要求 那文曲畫科呢 是才藝啦 或是更多不同的想法 這兩顆星呢 不會在組結構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兩個 太陽畫泉 巨門就畫路 巨門畫路 太陽就畫泉 那大家就有發現說啊 其實天氣星人如果這麼聰明 他在這邊當命工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夫妻公是太陽 對公是太陽 關路公如果在這裡 這邊算是夫妻公 可是他同時代表了 你在外面工作的場合上面 你會希望人家把你當太陽 也就是你會希望人家要尊重 足夠的尊重跟發言圈 尤其當他裸化圈 他更會希望說他要有主導圈 所以這時候要怎麼辦 這時候你只要講話好聽一點 讓你自己的巨門畫路 懂得在外面講話 就是要多稱讚人家 說一些好聽的話 你看啊他的同時間 他關路公是太陰星喔 桃花星 這類的人啊 他在外面要得到支持 對人比較多的稱讚 要多跟異性接觸 這兩件事情就會讓你產生太陽花圈 甚至於跟人家約聚會跟吃飯 自然而他就形成太陽花圈 同樣的道理 當你希望你巨門可以畫路的時候 那要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要想辦法讓你自己太陽畫圈 什麼叫太陽畫圈 你在工作場合上面啊 要承擔責任 太陽是爸爸的意思嗎 他既然要畫圈呢 就是要加重爸爸的責任 願意承擔責任 願意扛起一切的任務 願意為大家去做一些的事情 然後願意照顧別人 這個時候 你在外面就會得到好的人緣 你出門在外就有人請你吃飯 你出門在外呢 就會好的桃花 你出門在外呢就知道啊 你講了任何的話呢 人家都會覺得 你有人際關係很懂得做人 這本書裡面就跟大家講到這樣的觀念 很少有人知道跟理解到的 其實四話因為它綁在一起 所以當你引動的其中一個 後面根本就會出現 當你做了某些事情 後面根本就會出現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法 那看你自己擅長什麼 跟你需要做什麼 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總是覺得大家不喜歡我 那我就應該多付一點責任去照顧別人 或者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給我比較多的尊重 或者說我在運線裡面呢 希望今年畫權有升官的意思 或是掌權的意思 那我就應該要多說一些好話 多請朋友吃飯 然後呢多讚美別人 等人家就會來支持我 讓我可以畫權 這樣子你就改運了 人生九點不一樣 你就不會再覺得 自己好像明明有一個好的組合 而好的格局 卻得不到你所想要的書上講的那個樣子 新書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我要再繼續寫年底那一份呢 謝謝大家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